大家好,我是长相和声音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普通话还是无标准的 与您先今天要用糯米做好吃的 碗中倒入50克大米 150克的糯米 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糯米 再浸泡4个小时以上 我的糯米已经浸泡好了 现在已经胖了不少 再清洗干净 经过浸泡的米更筋道香甜 然后倒入电饭锅里 倒入适量的清水刚好没过米的一点点 浸泡过的糯米不能放太多水 否则太暖 把锅放入电饭锅里 盖上盖子按煮饭键即可 时间到糯米放蒸熟了 打开盖子小心烫着 然后倒入一勺盐 然后倒入一勺盐 倒入适量的肉松 然后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放入保鲜盒里 保鲜盒要烧上油 然后用勺子把它压平整 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很好吃了 压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4个小时 然后起初撕掉保鲜膜 再把它倒出来 然后用刀切成条 这糯米饭还是比较粘的 刀可以先磨上食用油 再把它切小块 平底锅倒入食用油 油了放入糯米块煎 中小火慢煎 糯米糕要留一点缝隙 防止粘粘在一起 煎至一面金黄放一面煎 防护的翻动两面煎 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盘子里铺上一盏油 把煎好的糯米饼放盘子里 香煎糯米饼做好了 外表酥脆里面 软肉鲜香 当早餐或者当点心都不错 喜欢你也试试吧 香煎糯米糕做好了 尝尝是什么味道 外酥 鲤肉 还有肉松的香味 非常的好吃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